美墨2如何升级PS5版 第一步先拿出PS4版的光盘 它一共有两张光盘 拿着一张黑色的 这个盘面上写的是Play disk 然后这个光的面朝PS5的右侧 现在第一个图标就是The Last of Us Part 2 美国末日2的PS4版 然后在这个界面的右下角 有一个PS5升级90港币 我们就选择这个90港币 这就是美国末日2PS5重制版 或者叫复刻版的商品页面 从之前的398港币数字版 变成了90港币光盘升级版 PS5光碟版升级 仅务必保管好您的PS4游戏光碟 该光碟让您能够使用此PS5升级产品 当你想要游玩此PS5版本的游戏时 您就需要插入该光碟 接受 因为我之前绑定过支付方式 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我之前还设置了 每次支付都要输入密码 正在处理 正在交易 下载成功 第一个是PS5制品版76个G 一个是先行游玩 一个是浴血乌龟 应该是肉割模式 安装 回到PS5的主界面 右下角 这个制品版游戏变成了已购买 这游戏我已经玩了25个小时了 进度也就完成了一半 在船的那段已经过去了 现在图标一共有两个 右侧这个是PS4版带光盘的 左侧这是PS5版 这个红色的字从字面上讲 它不是重制 它不是remake 它是复刻 文字转语音关闭 有简体中文 语音只有英文 高宝针是以分辨率优先 牺牲针率以4K分辨率渲染并输出 目标针率是30帧 性能是均衡控制分辨率以2K渲染 拉伸到4K或者直接以1440p 取决于视频输出设备目标为60帧 正式开始 这个画面和PS4一毛一样 这个菜单也差不多 我把动态模糊调到最小 要不容易引起悬晕 小片颗粒我觉得居中就行了 这一个Dorsens手柄 弓弦阻力自适应扳机 默认都是开的 复死之旅 这是肉搁模式 建议玩家先完成主线游戏剧情 导入游戏从PS4主机上导入游戏存档 他可以看见我之前玩PS4版的存档 最后一次玩是2023年12月5号 也就是他可以继承PS4版的存档